放棄或通報攔截圍捕 整車的球棒隊還在裝傻 先下車 先下車 旁邊站著 我什麼煙啊 你不該見哪裡 我朋友 黑衣人下車態度囂張 就在不久前 他們趁胸都很砸車 但馬上就被原警戴個正著 百萬商旅車被砸到面目全非 擋火玻璃裂了滿地 車行鐵捲門也被撞凹 往裡一看玻璃窗 還有好幾輛正在修理的名貴轎車 無疑幸免全被砸 不及民眾看傻眼 一台車先撞進去了 撞破鐵捲 原來這群人砸車並非沒來由 2號下午 新店某公司的老闆娘 和竹聯邦老大在網路上互嗆 對方唠人來砸點還擄人 公司老闆組織了21人 要去反攻救人 但還沒出發 就被警方攔阻抓到 後來他們不甘心 得知警方是在中和的某車廠 逮到擄人的一方 4號下午5點多 便活通8人 去人家車行門口衝撞乱砸 祖先以為復仇對象是車行員工 殊不知對方 只是常來這裡修車 被砸爛的都不是他們的車 那警方去後 將發明犯險依據重知識罪 迴損等罪嫌 以請新北地檢偵犯 才發生毆打魯人案 沒想到又衍生烏龍砸車 警方依法將人全部帶回偵犯 並且對多次滋事的犯性和理性嫌犯 寄出每周到偵察隊報道 別再熱視生非 影響社會安寧 記者李清泛雅喬新北報導 我是李一璇 主播工作對我來說 是疫苗都不能鬆懈的戰場 張漢洞社會大眾關心的議題 清楚傳達出來 更要求自己先是一名認真的記者 才是對觀眾負責的主播 更多新聞請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喔